來自 welcome today 很開心跟各位分享去年度參加 台灣品牌藥慧計畫成果分享 非常感謝台灣品牌藥慧計畫跟台機院有這個機會 今天分享的主題是 金船23年 剛峰創立品牌10年 在關鍵時刻打亮品牌 在介紹分享之前 我們先用一段影片 讓各位了解 剛峰跟金船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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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创业家的角度分享 23年来 企业转型与转机的历程 还有为什么要做品牌 品牌价值何在 混成这五大项 那跟各位做分享 我想經傳23年經營的時間 就像台灣經濟的發展一樣 在1997年成立的時候 台灣是以大量製造為主的一個地方 我們著重在模具精密事業部的發展上面 帶領了日本的知名品牌 Amata跟青紅線切割機 到2000年的時候 因為整個製造業往大陸遷移的關係 台灣我們在推估 未來會變成一個研發的重鎮 朝著客製化少量多變化的生產基地去發展 同時在2010年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了未來工業製造 除了機械加工以外 會透過雷射光學的合作 把製造的製程會 從機械加工變成雷射源做加工的方向 成立第三個事業部 當企業走到這個時候 我們就思考未來公司的走向是如何走向 所以當初我們在思考這個策略的時候 就決定我們將以做製造品牌 為考量的一個前提之下 成立了鋼豐公司 成立鋼豐公司的同時 主要的思考原因是因為 我們希望看到 我們的客戶的發展的趨勢是 有一些板金製造 製程需要的一些設備 那是為了補足 可以補足我們 代理日本馬扎克 雷射加工機以外的設備需求 變成馬扎克跟鋼豐 強強聯手 變成一個自動化 板金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那這個提供者的主要的目的是 解決我們台灣客戶 在板金製程當中 全部可以使用的這些解決方案的設備 所以說我們在2010年 也確定了走上自創品牌這條路 那自創品牌這條路的時候 當然我們思考的就是 因為我們要考慮的是 如何讓這個製造品牌能夠成功 所以我們就決定 依照我們專注在本業上面 以發展完整的板金產業供應鏈 為考量 製造一個多元產業應用的機械設備 那同時我們希望做的設備 是跟日本跟德國能夠有 互相競爭的高品質的設備 那同時也應用台灣的優勢 設計研發出 具有競爭優勢特性的產品 具有環保節能安全 效率負荷加工的技術的設備 那同時在考量做品牌的時候 我們考慮到說 未來市場是如何 那因為這個板金設備的需求 是因為除了台灣以外呢 全世界各國都有需要 看到我們圖面上這些 比如化學工廠 汽車 自行車 半導體 晶圓 各個產業都有需要用到板金的設備 所以這個設備 對我們而言 是一個具有國際性需求的一個設備 當然也包括本身台灣內部的需求 最近這幾年來 台灣所強調的這個十二大大產業 包括太陽能 包括伺服器 包括航鈦 包括半導體 電動車 包括這些自行車 醫療器材 這些產業通通運用到 我們有很多這種板金自動化設備的需求 所以在市場面來講的話 是有一定的發展的機會 那同時呢 我們也觀察到內部台灣 板金需求的一個市場情況 那慢慢板金產業 從黑手的產業 慢慢也往高質化去轉型 那依據我們的評估呢 那台灣光這些板金產業 大概有兩千億以上的產值 那但是因為面對整個勞動人口的改變 技術人才的斷層 所以我們自動化解決方案 也必須要提供一個好的解決方案給客戶 能夠取在傳統的製造方式 當然包括自動化的改善 包括工業4.0跟自動化的管理 那也因為這個環境的關係呢 我們剛鋒在做板金自動化結合的時候呢 以這八個面向來考量做設計 有智能化 無人化 彈性 有效率 能夠降低使用客戶的成本 提高客戶的精度 包括速度切割快 生產效率高 就變成我們在發展品牌的時候 一個核心的設計的基礎理念 另外就是我們的品牌 能夠跟母公司相互結合 那母公司代理的是日本的 FUJICULA的光纖雷射源 跟Canon的光學數位鎮靜 加上我們鋼鋼 自己獨立開發的能力 能夠整合一套 跟馬札客相互結合的 自動化板金供應的解決方案 那除了對品牌有所貢獻以外 對母公司可以完善的提供這個解決方案 可以互相擴大商機 對企業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從研發過程當中 從材料的管理到自動化到雷射切割 到全電視的折床到焊接到3D的焊接跟切割 這整個供應鏈能夠很確實的提供給台灣 這些自動化板金解決方案的一個客戶來使用 那經過這10年來的努力呢 當初在設立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們也是著力在台灣 以台灣為發展的基礎 向歐美、日本這些高端市場去發展 所以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取得了西醫認證 同時也著重在台灣12大產業的需求 來開發設備 那這個設備是百分之百 台灣自己研發跟製造 所以我們有自己獨立自主的維修服務的技術 同時我們的研發團隊呢 也因應市場的一個需求 把全部傳統的油壓的驅動的想法 透過全電視的設計改變 讓企業的產品更有競爭優勢 也更有效率更安全 那同時我們採用了就是台灣的 高階的工業電腦作為控制器 自己研發軟體 那讓我們的控制器有一個獨立自主的一個 AI智能化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能力 那同時在機械加工方面 我們也可以達到Immune的精度 來建構一下一個品牌的亮點 那10年來我們做品牌這條路 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從2010年開始成立 我們號召了一群熱愛機械的年輕人開始做起 那這10年來我們自己摸手 自己經營品牌 到了2020年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因為未來的發展 我們開始找政府的資源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交入了 去年交入了台灣品牌藥會計畫的輔導專案 那這10年來呢 我們在2013年開始建立的 高峰的CIS到2015年完成 那同時在佈置品牌方面呢 我們邀請了就是旅居德國的一個有名的建築師 林環先生幫我們建造一個品牌的發展的基地 那這個基地的主要的用途是 來自於讓我們的客戶能夠信賴我們的品牌 也知道將這個品牌的精神 融入到建築物當中得到客戶的支持跟認同 另外我們在機械的設計方面呢 就是除了有很好的設計理念跟內行以外呢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高的附加價值 所以我們跟台灣的工業設計教父 謝榮雅老師合作 除了工業美學以外 也融入了人體工學 以及EUI的人 就是操作介面容易學習 包括安全性的考量 讓整個機械的價值能夠突顯它的價值性 同時呢 我們為了這個品牌能夠繼續能夠發展 在台灣也持續不斷的舉辦了很多的說明會 跟一些協會合作 包括漢街協會 航太協會 到技術中心來參觀 推動我們的品牌 那同時呢 我們也在台灣 高雄 台北 參加各大的展會 在2018年我們也到德國去參展 那參展過程當中 我想我們把我們台灣製造出來的一個設備的品質 包括它的形象 能夠塑造出一個很好的一個品質的形象 同時我們在會場的過程當中 也把我們台灣人的奉茶精神 就是文化傳承到這個地方去 讓國外的這些廠商能夠得到很多的理解 跟認同台灣的品牌的一個優勢 2019年呢 我們到了日本東京參加 沖壓板金機業之類自動化展 那也因為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性能 得到的當地媒體的關注 NHK人在採訪 我想這些都是我們不斷的努力去得到的一個成果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也因為得到很多日本企業的支持 為客戶帶來更多的競爭優勢 那同時呢 在電動自行車產業興起的時候呢 我們協助了我們台灣的廠商 導入這台3D切割機 那這個切割機也因為它的先進性 跟它的生產效率呢 幫助了客戶得到很多歐洲的訂單 那也得到的歐洲自行車採訪的一個機會 那讓他們的知名度大到打開 也協助了廠商拓展的這個商機 所以說未來這10年 我們將如何在這個品牌往上推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一對這樣的關係 我們就開始了 就是參加政府資源的一個品牌輔導的計畫 那我想我們可預期得到的挑戰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面對你國際化發展的時候呢 你的組織人才需要有極度多元化的職能跟分工 那相對的我們有很多基本的完善的工程完成之後呢 我們需要有很好的品牌經營的策略團隊來輔導我們 那相對的我們就要找到對的人做對的事情 那讓這個品牌能更具有競爭力 第二個就是如何讓我們這麼好的基礎 能夠讓更多人有富裕能力 互製成功的案例 創造更多的商機 那傳遞品牌的價值 那接下來的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剛豐是10年的品牌 是台灣的品牌 在歐洲在日本的客戶當中 如何解決客戶信中的威力 得到認同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因為與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透過了台灣的品牌 藥會計畫的輔導 找到了顧問公司協助我們 就是在關鍵的時刻 洞察我們在客戶在決策之前的一些關鍵因素 把這些因素找到之後呢 找到我們的真正企業的核心的價值 那這個價值能夠如何變成落地 變成商機 是一個品牌持續經營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力 所以變成我們在顧問公司的溝通過程當中呢 就是如何協助我們找到客戶決策設備的關鍵時刻 找到我們的核心價值 能夠爭取到客戶的認同 我們的管務公司跟我們 就是花了很多的人力資源 去訪談了很多的客戶 從這些客戶當中 不管是我們既有的客戶也好 或者是認識我們沒有買我們的客戶也好 或是買了我們的設備之後 繼續買我們的客戶也好 那去深入了解 對於購買幹風這個設備的時候 他們的決策的關鍵時刻是什麼 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 找到我們這幾企業的核心的價值 是客戶所需要的 透過這樣子的溝通跟整理之後呢 聚焦資源變成商機 那到最後呢 我想我們是一個 版心自動化的提供者 那最後客戶的肯定是在於 我們具有彈性 而且是穩定 而且是精準的成果 讓我們有很好的一個品牌的優勢 另外就是在於 第一 我們是一個品牌的關係 那在於討論過程當中 客戶會提出一些疑問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就是以前 就是 鋼豐是什麼樣的品牌 那我只聽過金船 那以前我們是分開講 那現在我們是一起講 那原因是因為 金船是23年公司 在台灣這個產業上面 是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一個企業 那金船帶著鋼豐 它本來就是一個子母公司的關係 讓客戶更值得信賴 第二個就是 我們投資的技術中心 這個技術中心 如何讓客戶理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傳統的機械產業呢 不光是購買機器的事情 購買機器之後 它的往後的技術支持 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時間 那我們如果讓客戶安這個客戶的心呢 所以我們管固公司 就規劃出一個簡報 把我們台中技術中心 能夠提供的服務 讓客戶一看能夠瞄懂 就是把我們原本 以往都需要送修國外的一些 關鍵零組件的一個 一個過程呢 現在完全落地在台灣 技術中心能夠幫客戶提供即時的服務 讓客戶能夠安心的購買我們的設備 那以前的產品 我們的產品這麼多 那客戶對我們的產品的了解 並不是那麼清楚 那變成說 我們需要拉高格局 去提供客戶一個 全方位的一個 自動化解決方案 讓客戶理解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就規劃出 這個板金自動化解決方案的流程 從材料切割焊接 到3D跟3D的切割和焊接 提供一個完整的 產業鏈的供應鏈的一個設備 那第四個疑問就是 我們的設備有這麼多的優勢 那到底我們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傳遞 讓客戶能夠很清楚理解 我們機器的優勢呢 所以廣告公司也透過 這樣子一個整併之後呢 把每一種機種的特色 讓客戶一目了然 能夠理解我們的優勢 聚焦我們的優勢 那除了這些優勢以外呢 我們也歸納出每一個機種 我們在市場上銷售之後 我們到底對客戶有哪些貢獻 這些成功案例 從使用前到使用後 它對於這個設備導入 這個成效是如何 很具體的呈現給我們的客戶知道之後呢 能夠凸顯我們品牌的價值 很容易了解品牌的價值在這個地方 我想這是打動客戶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另外呢 就是我們也透過了這個 廣告公司的協助呢 就是聚焦我們公司的競爭優勢 把我們公司的簡介 用了21章的簡介 就是傳遞出我們的競爭的優勢 跟我們可以提供客戶的價值是什麼 讓客戶能夠理解我們的產品的特質 跟我們解決方案的優勢 跟整個 整個產品的一個幫客戶解決困擾是什麼地方 能夠帶來客戶的價值是什麼 提高我們品牌的一個價值性 同時呢就是 經過廣告公司整合整理之後呢 我們透過內部的教育訓練 凝聚了內部同仁的品牌共識 那後來利用這個簡報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讓同仁運用到之後呢 同仁的反應也是非常的良好 讓這個簡報能夠跟客戶溝通當中 很容易讓客戶理解我們的產品的價值 跟我們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同時利用這個整個輔導過程的結果 我們運用在我們23年周年慶 在去年的9月25號跟26號 我們兩天的 周年慶的活動當中 我們充分的利用這個顧問公司 幫我們聚焦的這些優勢 在兩天的活動當中呢 有200人次參與這樣的活動 參與的這些客戶呢 對於我們所提供的資訊 都表達非常容易理解我們的品牌的優勢 從此也帶來很多的商機 我想這是看到很好的一個成效的地方 最後呢我想 剛豐是一個台灣品牌的企業 我想台灣的企業需要有更好的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身為板金自通話解決方案的同時呢 我們希望帶來的不是只有一個設備的性能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帶來值得信賴的品牌 同時也帶來一個附加價值的品牌 所以我們跟這些知名的建築師 知名的設計師合作 打造一個異業結盟的聯盟 希望能夠凸顯我們品牌的價值 台灣品牌的價值是在於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最後呢我想 金船從代理走向品牌這條路 那也讓我們能夠跟日本的馬扎克 能夠強強聯手 打造一個板金自動化解決方案的一個設備 也透過關鍵零組件的一些代理的產品 讓我們很好的基礎借力使力 也跟很好的台灣優秀的人才合作 互相加值 能夠凸顯我們台灣品牌的優勢 創造台灣的價值 讓世界看得到台灣這件事情 我想品牌力是一個國力的展現 那品牌是全民的一個事情 那我們也希望全民能夠支持這個活動 最後呢我想 讓金船跟鋼豐身為台灣的一個企業 我想創造台灣價值是我們的使命感 那讓這個企業的永續經營也是我們的責任 所以我們致力在技術能夠深耕台灣 那結合我們的品牌 能夠邁向國際的品牌而努力 最後非常感謝工業局 台灣品牌要會計畫的支持 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會繼續發展品牌 非常謝謝